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67集 一眨眼 元旦过去 春节就快来了 转眼间 于所长到羊头牙香就任 已经快足月了 这乡派出所也有一个好处 穷得连犯罪分子也没有 其实派出所在这种地方 纯粹是摆设 不但没用 而且闹心 如果非要找用处 也有 在激化警民矛盾方面 有时候还挺奏效的 不过对于于所长来说 还是挺不错的 起码这个地方和省城相比 离焚西老家更近 这和以前工作的地方相比 毛贼没有 大盗更没有 省心 于是这道任一个月 鱼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家 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市里 找同学玩 约会林姐姐 哥这地方顶多待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 因为实在是没事干 偶尔接到案子 也是你家狗咬我家鸡 他家驴拱了我家院门之类的烂事 这种事 带大眼帽的警察 根本不如别烟杆的村长管用 你调节两天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家村长一嗓子就罢了 所以于最觉得在这种地方 无为而至就是最好的办法 警务才有多少年 而约定俗成的规范 在这里已经存在了多少年呢 孰清孰重 一看便知 他也乐得清闲 来了坐坐 溜达溜达 偶尔去和乡政府和那些基层干部聊聊天 一个月来混得已然是很熟了 方瑞 我看咱阳头牙乡这地理位置挺特殊呀 有不少山林呢 可不是吗 公路都在古地 沿公路三十多公里 一半是人造林 一半是天然山 咱这儿几乎是五元市的环境屏障 山外就是黄土坡 你知道我们乡里领导最怕什么吗 火灾 对 所有警察乡领导都害怕的地方 就在这片森林上 每年大小都要发生几起火灾 只要起火 乡长立马撤职 派出所立刻走马换将 三换两换 没人敢来了 这叫负领导责任 嘿 这么说起来 我好不容易当狗儿 就来了个关不聊生的地方 村口书这的标语你看到没有 用派出所名义刷的那个 看见了呀 写着 见烟就茶 见火就罚 成灾必抓 你们派出所的警民矛盾 就隔这儿来的 成片的庄稼地 卖街 玉米茶 高粱杆 烧火积肥是几千年的传统 因为自己家的地理烧火 就被抓 老百姓谁能理解 理解不了就闹 我听说 我的前一任所长 就是因为这个出事呢 是啊 去年春天因为失火 上一任所长 抓了村里一个七十岁的老头 当成纵火嫌疑人 关要到看守所 可看守所也不愿养治好人呢 关了一个月 打发回来了 放回来第二天 老头一生起 到乡政府后 都放了一把火 又烧了半边山 胆子这么大 那老头说了 林子是他种的 关警察什么事 这话一出啊 备受风山苦恼的村民 齐齐支持 结果呢 结果是老头判刑三年 但缓期三年 现在回家了 乡长和派出所所长 全都被撤了 对和错在这儿 得辩证地看啊 可不是嘛 哎 我听说你上次 揍了狗哨李一风一顿 后来怎么样了 他一个月没来了 派出所这几位民警协警 明显跟他穿一条裤子 处处给我找麻烦 知道云王兵呢 请了一个多月的假 到现在都不知道去哪了 于所长 从来没见过这种烂摊子吧 你忙着啊 我先回乡政府了 慢走 王主任 所长 出事了 所长出事了 又出事了 派出所民警李呆 嚷着奔进院子里来了 于醉在办公室 正看着香智 身头问着 呆头 又怎么了 出事了 出事了所长 村里不知道哪个小屁儿 把您的车划了 李呆咧着嘴道 很难相信说话不利索的这位 是为数不多的一位正式民警 真的假的 是不是你 滑的呀 故意让我难受吧 不可能 小川 你过来过来 你看见了吗 李呆嚷着刚进门的一名血警 叫张关平 本乡人 肯定仰仗着李呆混着 马上李然道着 是村里那家小孩画的 这帮小屁孩 经常砸咱们派出所玻璃 哦 警民矛盾正常 警察和小孩 也有矛盾 不是啊 所长 那大人不背后交的吗 对 应该是大人背后交的 八成就是这俩人角色 要不 怎么不来砸玻璃 确计划我开的车呢 这一个月 找麻烦的人不少 有人打电话到县局告证 说派出所所长打人 县局没法处理 撤了这个谁来啊 再说狗哨被打了 不少人觉得打得真对 这号人能打残在家 还少一个祸害呢 外部不行 就内部下手 有人把所长办 取暖的炉子给撤了 不知道扛谁夹去了 成了一桩无头案 还有人盼望着失火 把所长打发走 可谁知天公不作美 下了场雪 防火形势历时好转 可大家不知道的是 连于罪也在巴望着失火 那样的话 说不定他能平平安安的撤职 于罪自打当上领导 浮华的性子改了不少 他知道不能太嘻嘻哈哈 否则立不了威 他看了李呆一眼 面无表情的起身 走 看看去 于罪背着手 摇着胸 大步出了院门 车停在离乡政府不远的路边 这时节乡政府也没留几个人 城里的都回家过年去了 车周围只有一拨小屁孩 在玩溜溜球 有人还拿着弹弓在比划 打树上的麻雀 看着三位警服装束的人来 也不畏惧 李呆一挥手 去去去 看这车前盖 所长 太不像话了 小孩 外里面呢 谁干的 这等于是废话 小屁孩都不理他 远远地躲在树后 于罪一看 车前盖上 用硬东西 划了几个乌龟爬的大字 王八蛋的车 他的脸色 刷的一下就变了 微微侧头 他看到李呆眉飞色舞 正和张关平使着眼色 不用说 他估计又是狗哨指挥着给他添堵 这烂事你查也不是 不查也不是 查清楚了更不是 别看那拨小屁孩 哪个也惹不得 不怕他们 怕的是他们背后的家长 这地方的警民关系这么僵 警察绝对是弱势群体 对于李呆而言 这事办的可是心花怒放 回头能到狗哨那儿邀功去 这么添堵 总有一天能把这个 大家都看不顺眼的所长 也给堵回去 就这招 十来万的新车连滑成这样 他估计所长要气得三十神暴跳了 鱼醉冷不丁的放声大笑 笑得浑身抽筋式的乱抖 笑得直靠着车前 还在放声大笑 边笑他边指着李呆和张冠平说道 去 把中心村村长叫来 你们俩一起去 好 俩人奔着走了 有点不确定所长 怎么这种反应 似乎和预料中的不一样 他们走了好远 鱼醉还在哈哈大笑着 大声自言自语道 怪不得人家说 上了羊头坡 文盲比驴多 写了五个字 就错了仨 小孩 你们来看看 认识吗 鱼醉兴高采烈的嚷着 那七八个小屁孩 哗的一声奔了上来 围着瞧着那几个乌龟爬的字 鱼醉不屑的说着 你们瞧瞧 是不是错了 没错 错了就错 但能这么写吗 王八蛋 不是你裤裆里的蛋 那个蛋字 写这个字 不是文盲 就是个傻叉 你才文盲呢 谁写的谁傻叉 谁写的谁不是傻叉 就是 就不是 就不是你写的 就是我写的 不可能 看你这傻样 会写字吗 会写 就是我写的 俩人喷着托墨星子 对骂了几句 于罪戛然而止 对付毛贼大鳄 都有的是办法 何况这种小屁孩呢 一听此处 他笑着问 啊 怪不得你这么谢意 原来是你写的 快跑 快跑啊 嘿 别跑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